好今天這支影片呢要來跟大家開箱一下 就是我新買了一個訓練台 但在我這個訓練台之前啊 很感謝的就是生養 借了我這台Tuxneo 2T已經用了一段時間 那因為我前陣子在網路上看到有 就是國外網站賣滿便宜 然後剛好有跟到那一波 大概買了價錢真的是很優惠啦 那就趕快來開箱吧 等了好久他終於進來了 沒錯也就是Expola的Noza 也就是Expola的Noza S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吧 我們等他進來的這段時間真的是等滿久的 我記得從下訂到現在大概等了有一兩個禮拜 好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欸我是不是開錯邊啊 其實裡面好像沒有很大 是剛開的瞬間有點 拉不太出來 哇一拉就有東西掉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吧 變壓器 好充電線一條 那這個是 這個看起來是一個鎖頭 他好像是 但是我看他的介紹應該是 他會有一個可以調高度的地方 的一個鎖頭 然後還有一根快拆 這快拆看起來是C甲的快拆 但我們沒關係等一下試試看 可不可以用我的貫通軸 因為我是用碟煞的車款 好那我們就來開箱下一層吧 欸 這旁邊掉了一包 這邊才是貫通軸 剛剛這一包掉到旁邊去了 裡面有 這個應該是電片 就是電飛輪用的電片 然後 這個應該就是 快拆的套桶 就是可以裝碟煞的 等一下我來試試看 哪一個是可以和我車子用的 所以這是碟煞的快拆套桶 還有一些螺絲工具 OK 這包工具也把它放旁邊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開箱 訓練台的本體吧 這就是我們訓練台本體了 好爽 好香 沒有啦 這個地方就是放飛輪的地方 然後他後面這邊 這邊有一顆可以準的導輪 所以他等一下應該就會前面帶動後面 就是我前面轉 然後後面就會有一個皮帶一起轉 應該是這樣吧 好那我們就來 鑽看看吧 好看起來是這個腳要進去 他的頭進來了 然後這一顆應該是鑽剛剛這邊 他這邊有一個墊片 跟一根螺絲 這應該就是鎖這一顆的吧 好這樣是第一格的高度 然後我們先調第二格好了 把這邊鎖緊 好後面這邊的話應該是這個點 鎖在這吧 OK 那我們就來把它放在地板上 哇真的很重 這樣應該就是我們訓練台的完成狀態 那我們就來鎖一下吧 應該是裡面的 應該是裡面的 這個 好 我現在在做的是把 他的 固定跟地板的這個腳先鎖緊 一四二是長的在裡面 鎖進去了 接下來下一個步驟我們要 然後 要來上飛輪 這個飛輪是 二手的 找了一個還堪用的就好 然後我們就 按照順序 一個一個來把它放上去吧 最大尺的 好 鎖上去 好 測試時間到囉 車重上去 就看這一次 成功了耶 轉一口 成功了嗎 可是這個太太短了啊 還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 竟然可以用自己的耶 好像可以喔 馬上來試騎看看 做上去 好 OK 那接下來我就來分享一下我最近騎完 TUX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剛騎這台 XPOLA的 NOSA S的一些心得吧 我覺得 第一個蠻明顯的 因為他們的 主力的方式不太一樣 像 TUX Neo 2T的話 它是使用 電池的主力方式 所以它會感覺 你會覺得比較 沒有踩的時候 一停腳 它就會很明顯的 停下來 然後當你一出發的時候 會比較重一點 那像 這個 NOSA S這一台 它是用 後面有一個導輪 所以它在騎到一段時間之後 它有一個慣性存在的時候 其實你 你腳停腳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導輪 還繼續再轉 就有點像我們真的在騎腳踏車的時候 你在停腳之後 再繼續往下踩的 這一下 就會來的比較輕鬆一點 不會像 NEO 2T這樣這麼重 但是如果 以整體來講的 安靜程度啊 我覺得 NEO 2T還是 稍稍略勝一點點 就是相對於這個 Espora在踩到比較大瓦數的時候 它那個鏈條的聲音 我覺得還是蠻明顯 當然我不確定 是我鏈條的問題 還是機身本身的問題 但如果是穩定性來講 我覺得它這個整個 兩根腳的這種方式 其實不太會覺得很不穩 所以踩起來 其實穩定性是很高很夠的 那 第二個就是 收納空間 收納空間 NEO 2T可以收到很小 但是像這個 NOSA S 它就是沒有辦法收 你除非把你的腳拆掉 不然它就是一個 空間就是這麼大 就是會佔空間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二個小缺點 但是如果以價錢來講 這個價差 然後有差不多 騎乘感受 我覺得不會差到很明顯的情況下 其實非常足夠 那數據的話 我就不多贅述了 那數據大家可以自己到官網查詢 那基本上 都夠用大家在平常騎 就是 線上約騎 ZWIFT 或是其他 線上的這些騎乘軟體了 好啦 那今天這支影片 大概就是我簡短開箱 用這台Explora NOSA S的過程 然後 試乘跟第一次見到的一些感受 那接下來騎乘一段時間之後 我也會可能再跟大家分享多一點 有關於它的準確度 或是它在騎乘上的一些優缺點 在之後騎乘當中才發現的話 在未來有機會也會拍影片跟大家分享喔 那今天就是一個第一次出見面 馬上跟大家開箱這個 NOSA S第一眼見面的狀態 然後分析一些現在我看到它的一些優缺點 那騎乘一段時間之後 相信對它比較熟悉之後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啦 好啦 那今天這支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囉 感謝森陽 借了我這台Tax Neo 2T 這麼長的時間 讓我在前陣子可以有 薛檯可以使用 那最近自己購入了這台 所以這台就準備還給森陽了啦 好啦 那以上這支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喔對了 我們最近也會有一連串的約騎 如果你非常有興趣 跟我們一起騎 線上的這些ZWIFT競賽的話 記得鎖定我的Instagram 我都會隨時發布最新的動態 來跟大家邀約喔 OK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